选有作业门还是没有作业门 我选有作业门 选有作业门还是没有作业门 当然是选没有作业门了 我可不喜欢写作业 我也选没有作业门 我最讨厌写作业了 小雪 怎么是你啊 老师 为什么不能是我 今天不是星期天吗 你为什么选择了有作业门 我喜欢写作业 快点给我布置作业吧 好吧 你听好了 你的作业是看动画一个小时 出去玩一个小时 吃美食一个小时 还有这种作业啊 没有语文数学的作业吗 没有 小雪 你每天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写作业 从来没有休息的时间 你这样身体会累坏的 我每天必须写作业 因为 写完作业了 我出去玩了 站住 你不能出去 为什么呀 妈妈 我的作业都写完了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课外作业 你有空把它们都做了吧 妈妈 我不想写作业了 我想出去跟小伙伴们一起玩 小雪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一直都是爱学习的好孩子 怎么会想着出去玩呢 你真是太令我伤心了 你做了 妈妈 我做 我做还不行了吗 我不想让妈妈伤心 所以我就不出去玩了 小雪 你妈妈的做法不对 我一定会和你妈妈沟通的 现在你跟小伙伴们出去玩吧 谢谢老师 那我出去玩了 我们怎么来到了教室呢 就是啊 我们怎么会在教室啊 大宝小辈 我来给你们布置作业了 老师 我们选择的是没有作业门 是啊 没有作业门不应该没有作业吗 哼 你们两个每次写作业都不好好的完成 我就知道你们会选择没有作业门 你们今天的作业 一人写一百套语文卷子 外加一百套数学卷子 啊 两百套卷子是怎么写的啊 老师 我们知道错了 小朋友们 你们会选择有作业门还是没作业门 快到评论区告诉我吧